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潮举酒 这是我们看到美国CNBC的电视台 美国商业电视台 美国商业电视台现在应该是相当火爆 他可以随时可以找到包括川普 包括美国国务卿 应该讲他的排位要远远超过 这个CNBC已经完完全全落在气候了 我个人经常看他是因为现在人都关注钱 在其中会反映的其中特点 道琼斯呢 中午吃饭的时候 下跌623点 标准破70点 NASDA跌了220多点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那我刚才看到最高的时候 道琼斯跌破了700点 我在想 我说今天是鬼节会不会跌到777去了 咱们不知道啊 上个礼拜上礼拜一 8月5号那天跌的是777 那整个股市在暴跌的过程中 我刚才在这个编辑编辑这个 我刚才做那个节目的时候 我听到他的基本解释就是香港问题 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以及香港问题 川普已经推迟了部分3000亿产品 在3000亿中国进口产品当中 包括iPhone手机 包括电脑 还包括玩具大概 这部分相应的内容呢 增加10%的关税呢 推迟到12月15号 他明确讲是因为圣诞节 他非常明确说因为圣诞节 他不希望圣诞节 这个美国人会多花钱 会影响到 他很坦白 很坦诚 很直接 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现实环境中 我们看到一个真实人 他不屈讲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形容词 对吧 全中国人民绝不干 全中国人民绝不允许 全中国人民绝不干 这都扯驴蛋 没跟你说扯驴蛋的事 好望角那头 非洲最远最南端的那个驴蛋的事 都胡来的 都胡来的 我讲都是这种形容词 就是说三辈子你都见不上面的那种乱七八糟的说法 在充实了今天中国社会当中的评论当中 包括五毛 我个人节目中的五毛现在相当多 这甭管是五毛八毛 就是说因为我们触及到香港问题多 所以他现在汇总的也比较多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那这里面很大的故事 它集中在香港问题 所以香港在这个 让黑警还原 和你飞 其实它是混在一起的 黑警还原 是我们知道是8月4号的事情 8月11号的事情 和你飞 那这是占领机场 占领和你飞呢 是五号 是对不起 19号 10号 11号 12号 13号 大规模占领机场 是因为 让黑警还原 以眼还原 应对了习近平的牙还牙 我节目中跟大家介绍 所以这是在香港借助这一次的 以眼还原的概念 让全世界所有大的媒体 都关注香港发生的事情 而关注香港发生的事情 另外一个关节点就是 是否会军事干涉 那是否会军事干涉 川普在他的推文中 一直很暧昧 但是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状况呢 国际社会的反应对香港 是相当激烈的 今天早晨 应该是昨天晚上 有个朋友 他是做律师行的 然后他说 还不好了 他说 陶哥这回可真出大事了 他有些朋友呢 有些客人是香港客人 他的香港客人 在香港想买机票 现在是八月 连九月底的机票都没有了 还意味着就是 一两个月之内 他将飞不回来 你知道在香港有很多加拿大人 有很多澳大利亚人 特别是加拿大人 他在当时九七回归的时候 很多人跑到 跑到这个九一年 九二年 九三年 跑到加拿大 换了身份 换了身份 而他们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 这些人很多是中产阶级 就是他有一些财产 他的衣食不愁的 等到了九七回归之后 看了看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那这些人又回流到香港去 成批的回流 大概零二年 零一年零二年零三年 成批的回到香港 但是他们在上一次的 那个转圈过程中 他们都换了护照 换了加拿护照 那很可能现在的跑出来的人 是这一群中产阶级 因为他没有身份问题 他没有签证问题 他拿着加拿护照就跑 但他买不到机票 我这是做律师的朋友讲的 我也没尝试过 我听着就是怪那个的 这样的行为 又不是单一的行为 只是他反映出香港当地人 中产阶级他的真实认识了 那与此同时 在媒体当中的报道 各国家的反应 我们可以看到 不是很乐观 泰国 这就是今天的报道 泰国军方考虑派军机 飞机撤走滞留的国民 这是刚刚发生 泰国现在是类似军政府了 所以他派军机也就显得比较特别了 在星期三 今天泰国派了更大的改用 泰国航空公司改成大型客机 把滞留在香港的国民接回泰国 这里面有两种含义 一种含义是因为两天的占领机场的行动 促成了很多人滞留 国际机场连日抗争 泰国空军正认真考虑派出两架飞机 协助撤走泰国人 他的总理呼吁居港的泰国人 避免前往示威区 官方没有禁止泰国公民前往香港 但建议迟后 泰国邮报说 星期二全港的航班取消 当局开始做出安排 军方下令监察和评估香港状况 政府一旦有命令 立刻采取行动 香港总警长已经领导入境处旅游局 机场来以特快程序处理回国泰国人 所以这是双重原因在里头 一重原因是因为香港机场瘫痪 另外一重原因 对香港未来 就是现在的香港未来会出现什么状况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写照 对军队是否进入香港 其实大家都持非常紧张的态度 那他敢不敢进 我跟大家解释过 是轻而易举的 根本决定权完全在习近平手里面 而不在别人手里面 在香港问题上特殊地位的英国 英国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说香港人应该都被赋予英国国籍 一国两制跟基本法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那这个我相信对很多英国人来讲 如果真正执行来讲 对对不起 对这个香港人来讲 他那件特别年轻人 是件非常不得了的事了 英国下院外交事务专员委员会主席 表示 九七之前对香港公民是有义务的 让他们拥有了完整的英国国籍 让他们在这个非常时期获得英国支持跟保障 联合声明不是双边协议 而是递交给联合国登记的 一国两制跟基本法不是说改就改的 这里讲的是应该是他当前 就是在九七回归之前 有一批英国人 他们有了一种特殊的身份 因为英联邦的国家 可能那个时候都多少有一种类似的 就是他们在香港人 在那批香港人手里面 有一种类似特出签证的东西 但它不是英国国籍 类似特出签证的东西 因为跟英国有着特殊关系 在此之前有谈到过类似的问题 就是把他们那种特殊的签证 直接改变成英国国籍 他讲说英国应该 本应在九七主权移交时 就基于英国 港人完整的英国国籍 今天应该是纠正这个错误 之前对香港公民是有义务的 扩大海外公民身份 在很大方面 只是等同二等公民 是个错误 我刚才说的就是叫海外公民身份 很多香港人具有这个身份 现在讨论的 不止他一个人讨论 就是要把这批人改成英国公民 英国可以向香港公民 保证他们现在有权利 获得英国的承认 他们获得被重视 那当然他是 他不是这个执政党 他不是政府来的 他是众议院下院的 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但他表明了他的态度 他的态度就是对 现在政府的施压 在这个特别行政区内 依然是中国公民 所以我不认为 中共当局会视他们为 拥有稍微不同地位的 非中国公民的身份 重点是 英国要解决这个错误 他认为英国犯了错误 那我想 就我个人来 这是卫保的消息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 英国要真的 给予一部分香港人国籍的话 那英国跟中国之间 那肯定会出现历史性的冲突 因为这个是完全否定了 中国国 不少 不少香港人同时拥有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赋予他们包括在英国 逗留长达六个月的权利 但不是 但不能永久居留和工作 所以他是一种特出的身份 他就提到说 每一步都可以立即就做的 向世界表明 英国在关注 承认香港人 那在北京 对现实的 一国两制的条件 一国两制的说法和基本法 任意侮辱的情况下 英国有权力 有责任去保护香港人 结束暴力 找到政治解决是唯一的方案 所以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提供协助 所以那只有在人员受到伤害 只有在人权受到威逼的情况下 英国才可能提出类似的说法 对吧 才可能提出 所以这是一个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表态了 在英国的政界 政府政界 政客的眼睛里 拿中共政权的做法 基本就是直接威胁伤害 甚至扼杀掉香港人 所应该有的 基本法所规定的 那一份人权的保障 美国 国际社会面对 军队压禁深圳的表达 美国参议院警告 如果镇压示威 中共镇压示威 即刻失去特殊贸易地位 就是终止这个 终止这个 叫什么 美国香港特殊关系法 参议院警告 中共国切勿插手香港事务 镇压民主示威 这是马 这个人叫卡丁 如果去教训示威者 将直接 他保证国会会采取行动 直接废掉 暂停 香港政策关系法 92年通过的 是针对一国两制 来使得香港 保持独立的关税区 来保障香港的生活方式 和美国资本资产 在香港的金融中心的框架下 自由港的框架下 有着绝对的安全和保证 所以我另外一期节目说 我说那习近平敢不敢在 当他军队进入香港之后 那美国人肯定是废除关系法 当废除掉这个关系法 他说美国人一定会跑 美国人是会撤资会跑的 这个背景之下 那习近平的另外一个杀手锏 他敢不敢这个冻结 美国商人在香港的自杀 这都是一对一的情况下出来的 如果美国总统认为 香港自治情况不足以 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总统有权发行行政命令 终止此法案 在这篇报道中 在我眼睛里 其实就再次点明了 川普为什么对香港问题 一定把他跟中国画在一起 川普嘴里拒绝谈一国两制 他拒绝谈一国两制 拒绝谈到基本法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他 他已经把香港问题 跟贸易战和货币战的问题 拴在一起 卡丁跟其他议员正在推动 叫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要求提出报告 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就是给现在的香港政策法 做了一个条款 要求国务卿每年做报告的 批评川普在这个问题上不够强硬 在不能够表明美国跟香港 人民高度自治的香港人 站在一起 卢比奥 在推特上说 川普应该更加强硬 中共国提升对香港的威胁 这不是香港内部的事物 是违反国际法中 给予香港的高度自治的权力 拒绝在边界 足以令人感到深切 如果从这么角度来讲 搞不好川普心理想 有本事你就进气 其实我个人觉得他进气是最 一直说进气是最容易的 他进气之后呢 除了毁掉所有的一切 没有任何好处 因为本来 敌人 就是所谓香港的敌人 都是他一手塑造的 是香港警察扮演的 所以他然后呢 他要什么 大兵押近 美国深切关注 中共国大兵押近 这是美国国务院 刚刚发表的声明 呼吁中共要遵守 中英联合声明 要保证容忍 允许香港的高度自治 持续示威反映香港人 对高度自治权 受到侵蚀的关注 警告指 香港自治权 持续在受到这种侵蚀 在国际事务中 建立已久的特殊地位 将受到威胁 这是他直接发出了 直接发出的威胁 直接美国国务院表态 所以时间性都比较强 他汇总的概念也比较强 而在我个人眼睛里呢 他就是这么个过程 所以作为军事威胁 你可以看到两层面 两层面的意思 整个王沪宁控制的宣传体系 跟他跟原来的这个港澳办体系 这个他的概念都是进去 他都在往军队进入香港 推 而香港警察 以这种下座的手法 去栽赃港人的手法 同样是把香港 制造成一种失控的场面 只能请解放军进来 而今天香港警察的记者会 也有着类似的含义在其中 那所有一旦军队只要进去 所有的责任都在习近平身上 这个故事就这么来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